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欢迎大家继续观看第四课的文化板块 あいつじょうつ 随身附和 あいつじょうつ 在日语的本语为 野恋打刀时 两人打对锤 隐身意思为 在对话当中 听话人帮腔说话人 随身附和的意思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的对话 今日はいい天気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いい天気ですね 这段对话很简短 但却反复在句位使用了ね 今日はいい天気ですね 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呀 说话人 句位ねで使用 侧面表达了希望得到听话人同意的回答 进而有可能以天气为开始 展开聊天的想法 听话人主动地捕捉到这一信息 进而 そうですね いい天気ですね 随身附和的回答说 是啊 真是个好天气 日语绘画的重要特征之一 就是随身附和 在对话当中 听话人并不是单纯被动地接受信息 而是积极参与交流的绘画参与人 因此为了使绘画能够顺利进行 听话人要主动地捕捉绘画信息 这个时候就需要随身附和 因此交谈中 如果没有能够很好的随身附和的话 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没有必要的误解 接下来看下面的例子 日本語の勉強は難しいです 毎日夜10日まで勉強します 聞いていますか? 日本語の勉強は難しいです 女生说日语学起来不简单 之后男生在听没有附和 女生继续说 毎日夜12日まで勉強します 我每天晚上都学到12点 之后男生依然在听 可是没有附和 最后女孩有些生气地说 聞いていますか? 你有在听吗? 听人说话却不随身附和的话 对方会认为 你在听我讲话吗? 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甚至还有可能造成 你根本不认同 我说的话的这样的误解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误会 我们用学到的日语知识 来简单却有效的 随身附和一下吧 日本語の勉強は難しいです 日本語の勉強は難しいです 日语学起来不简单啊 之后男生附和说 そうですね 難しいですね 是啊 不简单啊 女生继续说 毎日 我每天晚上都学到12点 之后男生再一次复合说 每天学到12点啊 这可真是太辛苦了呀 大家可以感受到 通过重复对方的话语 以及句尾 ね的使用 不仅可以避免之前的误会 并且还能让对方认为 听话人非常理解 自己现在的处境 那么日语中为什么会频繁出现 随身附和的语言现象呢 首先只要受日本地理因素的影响而来 与大多东南亚国家相比 日本的国土面积相对较小 资源较为匮乏 四周黄海的地理特点 也造就了其民族单一的特性 并且在农耕社会 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 是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的 和他人之间的协作 交流最主要最直观的体现 就会反映在语言上 因此 言语交流上的相互帮衬 随身附和就越发重要 交谈中 即使我是听话人 我也不是置身事外的人 我需要体察对方的立场 协作说话人 帮助说话人 通过随身附和来完成 为对方设身处地考虑的 体会对方情感的 施发善意的交流 从而 友善融洽地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 所以 所以随身附和是和说话人听话人之力的方式来达到与人为善 以和为贵的目的 即以以合力来实现 因此随身附和 和日本重视和的传统观念 也是受到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其中以和为贵的思想影响 唐朝时期 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高峰时期 代表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经典著作 如《论语》等 在这一时期的日本更加广为流传 日本著名政治家圣德太子 在公元七世纪初制定的官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 都借鉴了论语的思想 官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 各分大小 并以紫、青、赤、黄、白、黑 六种颜色各分浓重的官貌来区分官位 组成十二级官贤 十七条宪法是针对言和行的道德规范 其中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 上和下目 引用了《论语》舒尔篇中的以和为贵 指的就是融洽的友好的处理人与人 亲朋邻旅之间的关系 因为和才能够实现人和人之间的和平相处 民族和民族之间才能够和睦共处 国家和国家之间才能够和平发展 爆发于2020年年初的武汉疫情 中国和全国之力 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遏制住了疫情的发展 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大国之力 大国之和 一月份正是疫情正直之时 日本政府送来了持援武汉的应急物资的同时 也送来了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启约无依 与子同相的亲切问候 日本疫情严峻之时 中国政府送去了口罩 防护服 护目镜等医疗物资外 也送去了青山一道 同单风雨的真挚情感 疫情当前 人与人 民族与民族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帮互助 互敬互爱 也正充分体现了和的儒家思想 已经超越了时代的边界 地域的边界 成为了所有人共同的追求目标 今天的学习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